面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经过前面的一些课程的学习 UFT当中有些基本的知识点咱们是已经掌握了 今天这次课程我可能要花些时间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利用UFT实现一个自动化知识的脚本 这里面可能大部分用到的是咱们的DataTable的一些操作 也就是大家也可以体会一下测试数据和我们测试脚本分离的这么一个过程 测试数据和测试脚本分离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还是先以需求为基础 对吧 比方说我要测试什么呢 我要测试这个飞机应票系统的登录界面 那这次该怎么测呢 如果是从功能设计角度来讲 我们之前也说过可以写三条用例 对吧 那么这三条用例呢 我在这个上这个档子已经写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有三条是吧 第一条用户名密码都是空的期望结果 第二条用户名不为空 密码为空 第三条用户名密码都对 那么呢 我要利用这三条测试用例实现一个自动化知识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我得把测试用例导入到我的手边 这个UFT当中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启动EFT 选上面两个材件类型 然后呢 脚本呢 上一次我们已经录了 我们看直接是把它打开就行了 应该是第二个脚本吧 我们看看是不是 是的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咱们首先做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是要把测试用例 什么 导入到我们的什么 UFT当中来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这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呢 把它的第一个导入到我们本地的 X型表里面 注意气氛大消息 好 这一步是怎么 这样吧 我走个出示 导入测试用例 第二步是什么 是替换掉我们对应的数据 是不是 好 那这时候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定username 还有什么呀 password 那么username password 它等于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username等于什么 username 它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 deltable当中的什么呀 哪个 这里面你就要看什么呀 看咱们这个 一个色表格当中 所写的 这一类的名字 就叫username 对吧 OK 那我们就写 所以要是导入过来以后的 知道名称 哪个 action 什么呀 pc t o action 一档 那么password 一样的 对不对 等于什么 dat table 后面跟 password 这里面我就没有用 那个什么了 然后用户名和密码 你取过来以后 你把这个地方 就要替换掉了 对不对 直接用username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password 好 ok 这样用户名密码就换过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感受一下看看 那么原来的这两条呢 原来的这里我们把它删掉吧 不要踏了 数据 这个编辑我们把它删掉 ok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看看 当然要把这个关掉 我收过了 好 运行 跑一下 看看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 你看 用户名和密码 都是没有输入的 直接点了一下 ok 按钮 出现这样一个提示 对吧 ok 脚本是能跑的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业务逻辑了 什么业务逻辑了 当我输入 用户名和密码 我要判断什么 我要判 当我点了ok以后 我要判断什么 有没有出现 这个弹出对话 对不对 有没有出现 弹出对话 那么如果出现了 弹出对话 我还要看什么 弹出的对话 当中提示新一 是不是跟我的什么 预期结果一致 也就是说 用户名和密码 不输入的情况下 点ok 有没有出现这个提示框 出现了 我还要看 这里面提示新一 是不是对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业务逻辑 应该是什么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看 点了这个按钮以后 点了这个button以后 ok button以后 要判断什么 刚才那个什么 对话 有没有出现 这个提示新一 那么这个提示新一 我们在对象中里面 有没有他的 我们录制的时候 有没有他 我记得是补过 对不对 那这是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补过 也没关系 我们用什么 对象坦证性 看一下他 我们点一下他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对象 是一个穿口 带了个穿口对象 其他也没什么信息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加到对象库里面 还有可能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他什么 我还要这个东西 是不是 好 我们也点一下 他是一个 Standic对象 也就是说 我想要获得 这个弹出对话框 上面的 这个支付信息 我呢 还需要获得 Standic这个对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象当中 哪一段 哪一个属性 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通过Style去看 通过这个对象探测器 原来是Text的属性 所以是好比 我怎么把 把这个对象抓到 先交到我的对象库里面 是不是 好 搞定了 然后我们来看 对象库里面 有没有这个对象 添加进来以后 大家看 确实是有了 OK 那好吧 第一 我判断这个窗口 存不存 这个对象库 存不存在 大家看 大一楼 后面跟什么 点 在他的下面 还有一个大楼 看他是否怎么样 存在 判断多长时间 三秒钟 三秒钟之内 如果判断出来 有据 没有就算了 好 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他存在 是不是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这个时候他是存在的 如果他存在 接下来就要判断什么 谈成对话框当中的提示信息 是不是对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提示信息是你的期望结果 和实际结果 是个实际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定义 期望结果 和我们的实际结果 对吧 那么期望结果是多少 期望结果 应该是等于多少 对等于delektable当中的什么呀 期望结果嘛 那么delektable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期望的这个字段名称就是什么 expect value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写一下 acti action1当中的expect value 好 那么我们实际结果呢 实际结果是等于什么呀 实际结果肯定等于实际对象 等于结果 那我们刚才用spy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 其实我想要获得placeandagetnab这个属性 这个值的话 它应该是蛮stantic对象的什么呀 这个文本属性值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写 代了点 点stantic对象 点什么get什么 哪个属性 text属性 这个就可以获得这个对号框上面的提示信息了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if什么 expect value和我们什么 实际的什么 expect value相等的话呢 如果他们来相等 那么呢 我就报告一个事件 或者什么呢 我就在这个 datetable里面写一个什么呀 测试什么 通过 对不对 那么datetable 那么我们意味着在这个里面还有写一个测试结果 testis result 对不对 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就写 你看啊 testisulg 大家跟着这个思路来啊 action 反应什么呢 pass 否则呢 Ils是什么 s肯定就不能是什么 通过的呗 对不对 应该是fail 同时还得把什么样 实际结果是不是得写一下 你得把实际结果什么样 写起来嘛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这个对话框存在 怎么怎么样 那么如果说它不存在呢 如果说这个对话框不存在 就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 什么情况下 不存在 只有说你真正的用户名和密码 是对的的时候才是 才是什么 可能不存在 那么什么情况下 你又看到你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对的呢 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设计测试用力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是把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放在最后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把正确用户名和密码 放在最后来讲的话呢 又会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是放在最后 什么问题 你怎么要判断 当前的用户名密码是什么 是正确的 而且是最后一行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面又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可以获得当前的什么 执行行 如果当前的执行行 翘好就等于最后一行 那么你不出现这个提示款 那是正确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逻辑呢 我们先不考虑 那么呢 我们可以什么 先把上面这些先补齐了 对不对 一旦看一下 如果是出现这个对话 然后怎么办 请提示怎么怎么样子的 通过通过的 好 当你把这些逻辑处理完了以后的话 你不得干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得把这个弹出对话刚刚点出来 确定了是不是 好 所以说 这个dialog 点dialog 点什么呀 为什么呀 but 确定点什么呀 click 你得点击一下它 是不是 否则它怎么会往下一步跑 对吧 才会是输的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这么做只会执行一步 好 我们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初步代码就已经可以写到这个样子 我把这个关掉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大家看一下效果 看怎么样 是不是点了 对吧 对不对 刚才确实点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过程当中 产生的这个Excel表格的效果 看一下 那我说过它是临时的 所以你得看这个里面的结果 fair的 你看啊 这是你的预期结果 expect value 期望结果是前输入 agic name 这是你的实际结果 他们俩不一致吧 所以这次结果是失败的 那现在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现在你执行 只是执行第一条 我怎么样让它循环执行下去呢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for语句 用for语句来循环 但是for语句循环又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它循环多少次啊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开始呢 事先获得我们的什么 测试用力的个数 是不是 定一个变量 定什么呀 开始什么呀 count 当我们把测试用力导进来的时候 就要让它开始什么呀 获取测试用力的总数了 那这个在上次课当中已经讲过了 DataTable点什么呀 get6 后面跟什么呀 哪个表 对Action什么呀 1这个表 点get什么呀 roadCount 然后呢 for循环 forI等于几呢 toCount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就可以控制我们这个循环了 你看 forI等于1 toCaseCount 然后呢 I一直完全循环 大家看一下 第一条用力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应该是不是应该执行第二条 对不对 那么你怎么样变成第二条 你是不是要让它指向下一条 是不是 所以说当你这个点确定以后 我觉得还应该怎么办 有一个什么 set什么呀 我看一下 DataTable 点 get什么呀 这个是不会变化的 像我们 将我们 测试表里面的数据 只为下一条 然后再执行 好 那假如说我们做到这边 保存一下 我们运写一下 看一下效果 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 就是不断的做一个调试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循环下去了 对不对 循环下去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结果 大家看一下 都是失败的 是不是 这个是签输了什么呀 签输了密码 签输了密码 用户面签输了密码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什么 数据往下走的效果 往下走的效果 那这段代码呢 还是需要什么 再往下扩充的 那么这个时刻呢 我们就给大家先讲一下 基本的利用DataTable的方法 来实现我们的什么 这个测试用内容的导入 以及测试数据的什么样 操作 并且使用货行循环 来控制我们的业务逻辑 控制业务逻辑 那么在下车课当中呢 我会把这些代码呢 我们再做一个深度的优化 也就是说 让它更能够 像我们真正的测试过程 一样去运行 比方说这里面是不是 还有一些异常的判断 没考虑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在下车课当中 给大家再做什么 深度的优化 那这次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下一次我们接着再说